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我们掌声送给十二位嘉宾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酷了 你是传说中的大猪小猪落玉牌吗 我是方锦龙 我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我也是一个乐器的收藏家 我收藏了近千件乐器 关键是他会三百种乐器 欧美 亚 澳 非洲 与四十多个国家 在芬兰赫尔辛基世界艺术节 日本丝绸之路音乐会 奥地利传统音乐节 法兰西中国年 俄罗斯中国年 挪威中国节 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式等国际艺术交流中 展示中国音乐 为深入研究民族音乐 他收藏了几百种 遇千件乐器 亲手将诗传的唐代 五弦琵琶带回祖国 被誉为 以武法为牛法 为独秀于朱家的 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 五弦琵琶在日本 变成日本的十大国宝之首 就是这个造型的 当然他们贴了很多罗电 非常漂亮 对 你们可以 在很多的微信看到 现在日本人把这个 作为他们的十大国宝之首 85年我去出访日本 当时就发现了这个琴以后 我说咱一定把它带回来 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汇报 你们看到这个形状 是唐代的 对 已经试穿了一千 从北宋开始试穿 我已经花了三十多年时间 这个就是我复原的 我自己的品牌叫东方锦龙 因为我是个演作家 需要还有制作家 那我们中国有位 非常有名的琵琶制作大师 曹卫东先生 所以取得他的东 取得我的方锦龙 所以就成了一个叫东方锦龙 就把诗传的给他找回来 这就是他的意义 我们中国是一个大乌博 又是个多民族 它的民族音乐非常丰富 所以我从79年我就开始收餐 刚刚方老师不是说 会三百种乐器吗 今天简单地带来了几样 对 最新奇的 我们先这样吧 因为五千琵琶官听到的是 十面埋伏 大家知道网络上最近 有很多把我的东西 搞得很好玩的 据说这个视频 不完全统计 已经过亿的点击量 叫一把琵琶游事件 想不想听 想 好 我今天就展示一下琵琶 可以表现不同国家的风格 以及不同国家的乐器 先从首都北京出发 北京最有代表性的 金益大国里面的单弦 你看我们变了三弦了 变成三弦了 那么大家知道 所有的梨形的这个形状 都是从两河流域走的世界上去 到中国叫琵琶 到欧洲叫Lut 你们看到中世纪的油画 到西班牙叫Geta 实际上它都是有血缘的关系 好 我们到两河流域阿拉伯去看一下 马上变成阿拉伯的风格 到了阿拉伯了 好听 好听 好了 接下来再到我们印度 印度有两种乐器 一个叫西塔尔琴 一个叫塔布拉鼓 印度鼓 你看我用一个琵琶 表现两个乐器 西塔尔的声音是这样的 压压的 找到印度了 哇 太好听了 好了 接下来到印度完了以后 我们再到邻国日本去看一下 你看日本有一种乐器 三味线 很多花约的到时 也不够了 哇 多红整正如 到了日本了 亚洲走完了 我们到欧洲去看看 西班牙有一种舞蹈相伴 那个弗兰蒙哥相伴 到了欧美变成古典鸡蛋 还可以变成民谣鸡蛋 还可以变成惦记蛋 好棒啊 方老师 方老师 我觉得 其实你滋润的是我们的内心 这个王上峰总还说了一句 哇 听说大猪小猪落一盘的 我下巴都快掉了 那十面埋伏跟大猪小猪 完全不一个意境好吗 他今晚还是这个水平 你说你不教育教育我们 实际上大猪小猪落一盘 大家知道灯黄壁画 你看琵琶为什么这样弹 大家就不知道 很多壁画 仙女吗 琵琶从哪来的 两河流域 要经过沙漠 你看骑着骆驼 这样弹就很舒服 所以你看 所以画家再把它美化一点 就变成这块 实际上这个就是最早的 演作是这样演作的 为什么到唐朝变成这样弹了 越仿是不是要坐着了 不对 因为唐代是用大波子弹的 沉吟泛波插弦中 你看就有这么大的波子 才能插到弦中 还有会 其中说不担心话 所以你看 这样子弹是不是很方便 哇呀 唐代是这样演作的 为什么到今天变成这样弹了 因为我们有指甲了 如果这样弹 指甲不方便 所以它的也是跟进化有关系 那方老师 为什么看那壁画里面 还有这样弹 反弹皮革 那个是画家的想象力 我们就感觉 越听他弹 越听他听和解说 越觉得自己没文化 对 可是是这样 就是我们享有文化 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途径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学 让我们当起双掌这首歌的时候 老师是带我们去北海里面 去看着那个红墙 然后那个摆塔的 但是我们学琵琶行的时候 是没有人放这首歌 放这音乐给我们听的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想不出 那个大猪小猪落鱼盘是什么样 您刚才谈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 那个银瓶炸破水浆泵的 那个感觉是什么 没错 意义出来 因为现场是最高级的 瞬间的艺术 它不像画还可以留下 这个没了 所以你们今天听完了 我下次谈可能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每次拿到这些乐器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就特别骄傲 大家知道中国的乐器 最古老的乐器 大概多少年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 这一根笛子八千八百年 这骨头做的吧 骨笛 骨笛 但是这一个笛子还没考证过 当然也会有 那这是什么骨头啊 鲜鹤的翅膀的骨头 还有鲜鹤腿的骨头 想不想听一下它的声音 当然想听了 八千年 这个特别难吹 它是斜的吹的 既然说七十音间 我们再试一下看看 把这个音阶推一下 所以你想想 我们在八千多年 已经创造了七十音阶 中国的音乐史是多厉害的 其实我们坐在这儿 除了听您吹的这些乐器和演奏以外 好像您的乐器 带着我们走遍了大江南北 周游了全世界的那种感觉 对 穿越时空 好 有一个 这个乐器也是给世界创造奇迹的 叫巧舌如黄的黄 因为有了它 才有今天的世界上的首风琴 口琴 广风琴 这是老祖宗 我们听一下原始的黄的声音 这就是竹子的 这是原始的黄 到了有铜的时候 这个黄就厉害了 它有和声 有节奏 甚至可能还有当代的感觉 在西方 很多人听完了很震撼的 这一个黄 你们要听到三四种声音 这一个黄的声音 好魔性啊 他刚才吹的时候 那个风特别大 然后再配合着 他那个声音 有千军万马的那个感觉 你听见没有 你们可能听得 不是那么仔细啊 我进 就感觉在山谷当中 两军交战铁马金戈那感觉 对 就我觉得一会儿 好像进入了那种 宇宙里边的迷幻的科幻世界 一会儿又回到了 原始的部落里边的 两军交战 所以谁说中国业绩不高级 他是没有法 真的议会不能言传 所以我经常觉得 我们的国业人 应该怎么去推广中国文化 就刚才你讲的 我要变成变成当代的 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的 DJ 老祖宗在这儿 还是黄 也是黄是吗 黄 DJ 这啥座的呀 还是同座的 DJ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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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方老师去打别 绝对没问题 哎你知道吗 方老师最厉害的是 太帅了 不是穿越回来的吗 好潮啊 所以现在特别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人追捧方老师 太有魅力了 真的 他这个结合起来太厉害了 大家这个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看着像肖 长笛 尺八 听说过吗 尺八 尺八 对 它的长度一尺八寸 哦 所以太 这像这些乐器太著名了 也是我们中国唐代 当时诗传了 跟琵琶一样的 当然五弦琵琶诗传了以后 是在日本静静地躺在镇餐院 它不一样 它诗传了 日本人把它继承下来了 现在变成东洋乐器 所以你看我们 只要看到日本的这个电视剧 一出现 有剑客和侠客出去 它一定有这种声音 哇 哇 武林高速 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溃宝 所以这些年我把各个失传的 把这些东西全部把它召集回来 就像我们的兄弟姊妹 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 对 老师 我觉得您除了一个 实物的博物馆以外 我觉得您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 好了 还有一件乐器 这个乐器 专门是扫盲用的 哦 浪盲 浪盲 这是我这种时刻 这个谁都可以演奏 你们不懂音乐的人 这叫拨 我帮您拿着 您来敲一下啊 这不是唐僧 唐僧的那个吗 这个叫 木鱼吧 木鱼 我们上面都有音符的 您也可以演奏 你看 就是看到音符 你们就可以敲了 老师 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试一下 你看 老师 我可以试一下 看来吧 这个乐器叫 色空谷 哦 设计是空中设 对了 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一个钢的 来 您拿着 来 马瑞 你叫个小星星吧 两只老虎 哎呦 哎呦 没发作 没有 它就只能是中国的东西 哦 拉索米来读 哇 这个是我卖的吗 也是您 未来我的开发产品 手指还可以开发 你看 哇 就这么简单 哎 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上市的话 其实很解压 因为我对任何东西 都特别有好奇心 哎 每当我拿到一斤的 新的乐器 我这一晚上不睡觉了 我要怎么把它搞懂 怎么样的发声 哎 在没有声音的时候 没有乐器怎么办 我脸皮也是乐器啊 你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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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一定要有特点 脸皮的厚 脸皮薄不可以 绝技绝技 方老师有没有收徒弟呢 把我们中国的 这个民乐传承下去 一定会收的 有一个考量 我们一定要 这个德心很重要 人的这种 因为我觉得教 首先是要做人 再去做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回到中国的 礼乐文明 这是我一生在追求的事情 这个非常感谢方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告诉我们所有的人 不要忽视身边 所有值得珍惜的东西 尤其是知识 尤其是文化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微小的力量 感谢方老师 再见 请第一位选手 梁全域 男24岁 四川人 北京经济技术研修学院 经济管理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梁全域 我来自四川 潘之花 我有着四年的 金融从业经验 主要从事贷款方面的工作 今天来到 菲林莫属的舞台 主要是想寻求一份 活动运营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其实看着挺年轻的 你看得出他已经是 爷爷级的辈分了 对对 因为是这样啊 我爸一共娶过三个媳妇 我妈是我爸最后一学 我是最小的 我姐姐跟我妈 都差不多一个年纪 我最大的一个姐姐 所以我姐姐呢 的孩子的孩子 都已经出生了 所以我已经是 爷爷辈的人了 那你为什么要来北京呢 我以前是学计算机的 我觉得来北京 中关初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发展的地方吧 而且我当时有一个 同富异母的哥哥在北京 在中关村这个 做什么工作呢 他很顺利地 就把我安排到 他的美发店去了 你还做过洗剪吹小哥 对 我只负责洗 你也只负责洗 对 没有洗剪吹这么高端 只有洗 那小伙太实在了 就后来我是出来 开始做销售了 我就不在那儿干了 我就出来做销售了 可以啊 月薪8500啊 对啊 那时候我刚刚20岁吧 但是工资一直都是这个水平 感觉也有点爬不上去 我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就去了另外一家金融公司 对 我就开始做贷款 这工资也提高了一万 对 工资提高了你又走了 对 因为我又发现了 就更挣钱的了 典当行 对 典当行 只是我在抵押做的时候 没干出成绩 没干出成绩 对 这下栽了 对 栽那儿了 干了三个月你又颠了 不是我颠了 我是被你考核掉了 但你这上面写的是个人原因呢 个人原因被考核掉了呀 个人成绩原因 对 个人成绩原因是吧 我现在写严谨点 这年纪轻辈分老的人 就是吊儿郎当的 好 这次唯一一次碰上了坎儿 被弄掉了 然后你又去了个卖保险 它虽然是保险公司 但它是有搁呆布的 又是贷款 对 又回到老本行了 我一直都是老本行 这次拿到一万二了 对 对吧 对对 现在还在职 现在目前在职 那你干嘛要走呢 因为我觉得干了 也很长时间的这个行业 就像出来试试 就还年轻嘛 我想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喜欢啥 我想做运营方面的 我怎么感觉你那么 不让我信任呢 结束少了 结束久了就好了 你前面那些岗位 是不是都是电销啊 不是电销 感觉你的说话的这种方式 特别像电销 而你面对面沟通的时候 涂老师就会觉得 你有点不靠谱 因为你说话老晃啊之类的 其实呢 刚才跟这孩子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他满脸的轻松 惬意 一点不像北漂 不服输吧 你为什么不服输呢 家里不挺安逸的吗 家里就是我不想吧 就我也不想我去干 因为我家看这种小小市的 我去可能命运就是看电 那你要求薪输多少呢 我先家吧 对 因为没干过嘛 感觉他肚子里有什么坏事 没有没有没有 你找了女朋友吗 有 说有 对 女朋友这个时候 突然脸上变得正经了 有有有 谈过几个呀 一共六个 现在这第六个还谈着吗 谈着呢 所以你怎么看待爱情 大家可能都会认为 这小孩挺浮夸的 我觉得爱情很重要 重要在哪呢 就是有人陪呀 北漂嘛 毕竟 有人陪 对 我又喜欢他 又陪我想跟他以后是吧 正好大家都是北漂 我们一起创造未来 感情生活都得认真 对对对 不要开玩笑 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对 我很日子 那个五千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在北京 第一轮选择去口流 还有九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 我有 唱歌是吧 对 他唱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红日 红日 哇 哇 肯定他爸喜欢唱这首歌 带动作的啊 明望就算顶配流泪 明望就算曲子力 明望就算恐吓让你作用没趣味 别流泪心酸敢不应舍弃 我愿能一生永远佩服你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我告诉你 你刚才我心绿不起你 我真的是有一种绝望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我估计他这个题应该分挺高的 这孩子情商应该挺高的 对 看好 这个年底了啊 我打算呢 给你们发一笔奖金 但是呢 你和小林呀 都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员工 但是你也知道 咱们公司今天效益不好 钱呢就这么多 你俩评分也不合适 你说这个钱 我应该怎么分呢 领导把这么难的问题抛给我 这钱我是要还是不要呢 我觉得领导好聪明啊 我觉得领导能跟我说 这句话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钱应该让出去了 因为他找我聊这个事吧 所以你选择让出去 不要了 对对 一分都不要 可以先让出去嘛 因为一般年中是吧 如果第二次他又这么来呢 第二次我表现好点 说明他下次就找另外一个人聊了 第三次呢 第三次他可能他就不找了 直接给我了 全云他刚才回答 我确实情商不错 因为在职场里 他这个年龄能反映出 我先舍 未来才会得 这一点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啊 然后我们当下也本身 我们也是有这个活动港的 然后在你身上 我看到一个人 就是特别有趣和创意 因为做好一个活动策划 其实有趣创意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特别就是疑虑的是 你没有长久性 你现在就是凭借你的心情随意的 我想转行 因为我喜欢了 那你会不会坐着坐着 你又想跳到别处去了 其实也不会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 都是在那个行业 不是说稳定性不好 就是那行业其实就是这样的 吉云你是因为觉得 自己不太适合做销售 或者不想做销售才转行的吗 比如说你不喜欢贷款 那你可以做其他的产品 但还是可以做销售这些岗位啊 我其实现目前我是不喜欢做销售 那你不喜欢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选择销售是卑逼无奈 那时候我是真流落街头 我被逼无奈选择的销售 你觉得你好像不想做销售 但是其实销售这个岗位 可能其实你做的以前还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你身上总体而言 就有一种就是内在和外在 不够统一的矛盾感存在 我们这样 我们考他一个活动执行的问题 父亲走了是吧 作为家里的一份子 假如有一天 这个你工作还可以收入不错了 你母亲生日 想把所有的家里的 都请过来聚会 你准备怎么来策划这趟聚会 让大家彼此和谐相处 同时呢 彼此在将来呢 又有所联系 比较难 地点的话我会选择在 就我爸的老家 为什么 广东站江 因为第一啊 我妈现在就一个人 她可以直接从生日来广东嘛 就比较方便 只有一个人去跑一趟就可以了 他们都是在 基本上都在广东这边 地点的话就很简单 主题的话 加一点我爸的元素吧 加点什么元素呢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还有呢 我觉得饭肯定正常都得吃 可以再加一些 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活动 对吧 因为像他们这个年纪 可能更爱出去 找一些景点 拍拍照片啥的 对吧 所以说就带大家出去玩 比如说曾华是你的二吗 你准备怎么说服她 她说不来了 老了 那我这个好办啊 我让我哥去舒服她 为什么呢 因为 毕竟我哥跟她更亲啊 我跟她其实交集也不多啊 哎那你怎么跟你哥说呢 我直接跟我哥说就好了呀 你怎么说 比如说土耀老师是你哥 嗯 你怎么 哎 真哥 哈哈哈哈 哥哥 你们太坏了 是你太坏了 哈哈哈哈 就哥哥 一家人都好久没聚了 哎 平时也聚不到一块 我们挑时间 把一家人聚在一起 大家车翻一些 所以玩一会 换了吧 挺尴尬的 维护一下感情嘛 以前大家处得那么好 还有感情 没有感情 才需要更 更需要去维护感情啊 你越不维护 就越没了嘛 对不对 还行 活动的说话执行 他的核心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一个体验设计 他有一个特别好一点 就是他已经预计到了 在一个封闭空间之内 他们的话题 可能会没有那么充分 和善于交流 所以他同时设计出了 一个开放性场景 就是说除了吃饭以外 然后我再给你提供一个游玩 在游玩里面 你们就可以避免过度的交流 然后大家在这个场景里面 大家就可以玩耍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 是他里面最大的亮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想做运营 是因为身边某一个人 做了运营 你觉得他的工作 是你理想的状态 还是什么 也不是 我就自己思考了一下 想做就要去做 我问你一点啊 你爸哪一年走的 我大概在我高二的时候 你跟你爸之间的感情很好吗 因为他孩子比较多嘛 我跟我爸感情是最好的 因为我是最小 我爸带我时间最久 我和哥哥姐早就出去工作了 父亲走了之后 家是去了一半 母亲再找一个 也没有你的家的 事实上你之所以出来北漂 有的时候吃苦啊 想要证明自己 这所有的一切 会不会有一些是因为孤独 其实我挺 确实挺孤独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流浪汉 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会觉得我 我没家嘛 对对 可以我找一个女朋友 我将来我可能 才会有一个家 这是你心里最大的算处 对对 所以你看似好像很开心啊 这个渣渣乎乎的一样 其实你内心 往往有一份孤独在里面 确实 因为挺没办法 有时候我回家 因为我妈做生意 她平时她那个房子 我又不住 那个房子已经出去了 我每天回家 我都去我外婆家住 我为什么问你 这段往事的意思就是啊 就是了解你的人 会知道你内心想什么 那不了解你的人 就觉得你不稳定 就你老开玩笑 不正经的样子 其实你内心 是有一份厚重 有一份想要证明自己价值 对 你这张脸骗了大家 对 也还好吧 全域呢 她是一个 她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这是很多人 就输在了这一步 她已经能有这一步了 那么再接下来呢 我们去找 她喜欢要什么 我觉得需要 我们在座的这个企业家呢 像一个导师一样 再去引导一下 那么给她一个定位 一个职业锚 那么我相信全域呢 她自己的潜质是非常好的 然后她自己自动自发地 知道哦 我适合这个岗位 然后我又喜欢在这个岗位 去发展的话 那么未来她会非常好的 发展非常好 五千块钱是值得一试的 来 第二轮选择 续后人 还有四轮选择 全域是一个内向的男生 不太喜欢在公开平台上 分享自己 她虽然年纪上轻 世界的位置和缤纷 还等着她探寻 但此时正是一切都皆有可能 在成长的大陆上 会变得更加强壮和成熟 五千五 地点北京 我对全域的印象非常好 给你的岗位是社群运营 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适合你 好了 谢谢您 六千 对 我为什么想先给你销售呢 我们的市场和业务 是密切相关的 你可以先在销售部门去沉淀 我可以让你参与很多的 我们的市场活动的执行策划 就你可以参与进来 然后未来考虑转岗 谢谢您 深呼咨询给到你的是销售转运营 我想提一句 就是我们北京分公司的老总 也是债权投资转过来 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之前的债权投资的经验 会在股权投资这个上面 会有一定的帮助 好 谢谢您 我跟大家不一样 我们的活动公司 是专业活动公司 就是乙方公司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 每一个入职的同事 要到当时入职 就可以为我的客户来提供价值 所以如果你是去做 活动执行策划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更适合甲方公司 你可以慢慢地 在里面学习和成长 考虑一下灭两盏 留两盏 去吧 谢谢您 谢谢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您 谢谢您 有请神不航赵小叶 谈钱不商感情 我以为你很聪明的 你也不是很聪明的 你裂聘是一家上市公司 你要学东西 正好学东西 还是一个孩子 这新琢磨还要不要谈 瞧您的演出什么样子 要不要谈 谈多少钱 是这边谈还是那边谈 你能不能爽快一点 这个时候变得害羞起来了 这一天呢 这我感觉都不是运营卡 随便你 你自己选的呀 你为什么要灭掉猎品 太紧张了 没想好 行 其实你会看到整场权益 它就是一个没有经过 这么规矩的训练 它的知识 它的职场都是不完整的 只是凭自己的一个兴趣 说我前一份工作 都个人员离职了 我此时要离职 所以你说服他今天是销售 是愿意是什么 他不明白的 此刻你是迷茫的 既然你灭掉了猎品 你把他们俩选上来 你就得对他们俩负责 也是对你自己负责 每次选择都必须负责人 来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那会回一次吗 伸服加速器 随风奔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三 二 一 你的选择是 快点啊 我的选择是 能换吗 伸服加速器 或者是随风奔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什么 那这时候孩子的那一面就出来了 快点 胜夫吧 对 我觉得他没来选我 我还挺高兴的 他刚才最后那个状态 我觉得他被选那个人会很尴尬 说实话我是挺 挺难受的 因为我一直在心里想着你应该是谢谢再见 这样起码男人一点 你发现到了最后这一刻的时候 他本来的面目出来 对 他在北京漂泊这些年 内心的恐慌 忐忑 焦虑 在这一刻全部显现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故作成熟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很清楚 在那一刻你的脑子够不够用 接下来即便是你去了申夫 即便你去得那么不情不愿 去了就得干好每一天 记住 做人要本分 明白不明白 就这样 谢谢 再见 谢谢 感觉自己表现得很不太好 感觉选企业的时候 可能自己还功课没做到位吧 将来的话 就工作的话就踏实干呗 然后尽快学习 尽快让自己成长起来 来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 周明磊 男42岁 山东人 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周明磊 来自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莫言先生的故乡 我今年是39加3岁 曾经的我年少自信 有激情 有梦想 但是2016年的11月份 开始了为期三年左右的 不一样的人生 其间也有过轻松的念头 很感谢我的两个孩子 跟我的妻子 他们在这过程中给予我 很大的力量跟信心 让我重新背起行脏 踏上忠诚 今天很荣幸来到 非你莫熟的舞台 希望在座的老板 能给予我一份 适合我干的工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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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加3是啥意思 39岁呢 就是因为在我离开家的时候 离家出走的时候 被逼是39岁 39岁之后 可能这个世上 当时我觉得就不会有我了 而后边的3 是我在外边 就是闯荡 这三年来 经过的这段时间 到今天 刚好是三年零几天而已 39岁离家出走 对 干嘛这么大年纪 还离家出走呢 中营不善 或者投资失败 也是悠然不熟 然后资金链断裂 然后背上了 沉重的资金包袱 亏了多少钱吗 前后两年时间 亏了三百多万吗 那这亏之前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 亏之前 做了十年的 家具雕刻师的工作 然后做了六年的 农资销售干 土地规模化 正值的生意 就以前还算是 小有成绩 在1415年的时候 把摊子铺得有点大 然后就是利滚利的 一年两年下来的话 就背上了沉重的 紧紧包袱 从哪跌倒了 那就从哪爬起来 干嘛要跑路呢 就是不堪忍受一些 欠债 就是 你是逃避债务的 堵截 对 有人上门要债 对 那你一跑 那他们你二三 怎么办 你不太不负责任了吗 我跟我妻子 一块出来的 那两孩子呢 两孩子在家 我女儿已经大了 她已经上了初中 然后留校 应该她没受什么影响 但是我的儿子 受了一点点的影响 那债权人 不会找到他们吗 多数的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债权 已经转移到 就是我的姐姐 还有我的朋友 我的就是好朋友身上 那不间接地 把他们也坑了吗 对 你跟你妻子跑哪儿去了 已不远 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年的时候 是在我们围方市 你跑那儿去 两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 对 然后打工 一开始不知道 还不能活下去 一开始三个月之内 也没打工 也没打工 对 就纯粹的是躲到外面去了 对 其实你不是在处理这个事情吗 你躲也没有用啊 当时就觉得 我这人 就是之前那十几年的 经历来说 还要面子 也就是死要面子吧 按火受罪 如果讲的就是 因为我的神器 也没有了之后了 我就觉得我这人完了 我都想开 说实话 开着车 都想上 我们村边上 有个大公路嘛 就想开着车 然后 就当时想轻生 你要是真的要做了 你没准 就麻烦大了 我的女儿是要大一点了 我的女儿当时就 哭着干对方求情啊 甚至保证 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 花不上你的钱的话 将来我工作之后 我可以替她花 就这样 这好闺女啊 对 女儿多大了呀 当时的时候 女儿是十四岁吧 十四岁 对 十四岁 正是性格发生转变 或者是逐渐趋成熟的时候 对 在这个时候 要帮父母来承担 这样的精神压力 虽然刚才 你说的那番话 好像这女儿 很淡定地应对 但是这番话的背后 它得有多大的勇气 爸爸的债 将来我长大了 我来给他还 你是怎么知道 他说的这句话 因为 就是那是周末嘛 在一个周末的话 他过来 我爸他接过来之后 他跟我说的 当时的话 就开始 我就立志 要不要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为我去 答应这些东西 你这三年 没回过家 对吧 最拮据的时候 生活过到什么样 一直都很拮据吧 就是孩子 我的儿子就 这是吧 一个周 原来在家的时候 可能还带他去吃个 十块左右的汉堡 一周 但是来了 17年的 一年的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 带他出去玩过 因为小孩子嘛 他小 他出去 他会喜欢看这个号 想要一点 但是 没有能力给他弄 你现在还欠多少钱 现在没划 还是那 就是应该划 还是三百万 应该划的 要三百到四百万之间 还欠三百万 那你今天上节目 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你 对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哥哥 姐姐 还有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来到 在非你莫说的舞台上 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因为我知道 从这里回去 就会把我整个人 曝光在 所有人的面前 但是这个结果 我准备好了 我会让你们看到 我是怎么做的 而且我回去会 慢慢地跟你们沟通 谢谢大家 你对女儿 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的女儿叫可可 可可 好长时间 没跟你说话了 你知道就是你当时 跟我说的 就是说 替我还恋的那一刻起 是你把你爸爸 救了 谢谢你 我爱你 我因为有你的女儿 非常自豪 在这里爸爸跟你保证 爸爸一定会做出 最大的努力 去尽量减少 对你跟弟弟的影响 希望我跟我们一块儿一起 跟你妈妈一块儿 努力奋斗 我会用剩下的时间 继续做 你们的榜样 去 爱我们的家庭 对你的妻子 有什么要说的 现在你在 应该现在还在班上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我知道你有多么累 只是我不会 我没有跟你说 马上跟你说过好多次 回来 放热水 烫一下脚 再加持 几个月 我们就会在一起 为我们的家庭 努力 然后报道 我们的父母 跟朋友 我不会让别人 看不起我们的 我向你保重 谢谢 我在看这个选手的时候 我身边有类似的故事 但是我没有为他流泪 我觉得在他身上 我只有一句话 就是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可能说的我有点印象 但是你个人的除之方式 我认为是有巨大的问题 你说他签的这个债 把这么多人牵扯进去 我从他的简历上 我看不到他自己 真的非常的平和 非常的勤奋 甚至说我一个人扛下来 就你身边这些可爱的人 会不会反而让他 就拖累了更多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一句话 徐勒 你没有资格流泪 对 是的 对吧 你没有时间悲伤 甚至 我都觉得他没有资格 来上这个节目 你这个时候需要做的 你可能是要打三份工 真的就是这样 我看到你的简历上 是因为身体原因 司机不干了 因为理念不合 那个工厂不做了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有一些选择 我觉得是权利 但坦率说 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 我会认为我没有权利 我就应该一天 干十二个小时 十八个小时 因为我有那么多 爱我的人 帮我在分担 我有什么权利 那哪个你知道吗 其实我想为周大哥 说句话 您一直站到这里以来 虽然刚才我们说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但是您站到这里 我觉得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人生 巨大的突破 从他从逃避的过程 到他赶走到台前 去接纳这一切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 有没有认真听他的发言 他一直在重温的都是 他特别渴望 活成父母的骄傲 成为他孩子儿女的榜样 而且他一直还在 对他的爱人 他希望成为爱人的知己 甚至能够给他们 美好的生活 他只是之前 可能的确 人生都不会是在高峰点 总会有低谷的时候 那他在那个时候就是脆弱 甚至是无奈的 但是我为你今天能走出来 我是点赞的周大哥 所以成为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不是说 他今天来这儿 我感觉啊 我感觉他其实更多是来做 心灵的自我救赎的 他倒不是真的来这儿 是想找一份工作的 是你的简历当中 有一句话让我们会 就是 我觉得这句话 你当时写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样的心态 你说最理想的工作是 就是你能讲一下 在你这种状态下 为什么要追求一个 朝九晚五 周末双休呢 周末双休主要是 因为我想陪伴 就是最近也这一两年 陪伴我的儿子 因为他刚上四年级 陪伴孩子和让孩子 有安全感相比 孩子的安全感更重要 对 说实话我觉得啊 我说一句狠一点的 你对自己太好了 对 他这样就在想自己啊 其实 我特别同意雷哥讲的 我觉得雷哥今天说的 比较一针见血 我觉得你今天来 其实说实话 你真的不是做好准备 说你要偿还债务 你要怎么站起来 你要怎样 你就是来这儿 就是你太爱自己了 你太自私了 你就想告诉他 你想把你所有的过错 站在这舞台上 最开始来自我救赎 真的你不是说 你真的想承担 说你要给家人一个交代 你要怎么样去偿还债务 你要怎么样去努力 去拼搏 你都不是 其实杨蓉 你们看到的是愤怒 我同样认同你们的观点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无奈 就按照你这样下去 真的还不起 他庆幸的 就是有这么些家人 但是如果你 躺在这些家人身上的话 将来被瞧不起的不是你 将来被瞧不起的是你的孩子 被这些亲戚朋友们瞧不起 从您自己的工作经历上来看 就是确实没有很明确的 职场竞争力的优势体现出来 要么您就干 靠体力能挣更多钱的活 市场上有 真的哪怕是送买买 送开地都能挣一万多块钱的 您现在第一是养活孩子 第二是您自己要还债 这是人生当中 你最重要两个责任 否则的话 你的家人对你的态度 生活态度已经无奈了 您泪流满面 但是我是一狠敢形容 对你被你打动不了 我没觉得你想要努力去改变命运 你也别为难我们也不为难你 话到此 咱们故事说完了 大家伙都为你着急 但是我们也得力所能及 好不好 来 第一轮选择虚活力 在台下 这个诸位如果有 类似于这样的活的 可以推荐的机会的 可以提供给他 或者跟我们栏目组进行联系 明白吗 你现在不是一种非常常规的职场的工作状态 你现在的要是还债 要的是生活 要的是告诉孩子们 你没有被打趴下 所以今天你遭遇全部灭灯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关键是你作为父亲 你真的不能趴下 听见了没有 一定不 谢谢你 谢谢周老师 再见 台下跟他们说一下 非常地感谢 特别是跟我交流的那些老板 对我说的话 虽然有的老师说的有点尖锐 我一定会努力地把它放在我心里 然后把它去跟我日后的生活 去结合一下 去走好我后面的路 将来继续先在家里寻找我的工作 但是我要把妻子接回来 我们俩人共同努力 尽量地把孩子上学的最基本的费用种出来 剩下我们就是留最基础的生活费 安排一个合理的一个方案 去还亲戚朋友 包括哥哥姐姐对我这些 为我负担的这些债务 来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 王玉平 女55岁 河北人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十二位高老师 还有二十二专家 土地老师 现场观众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晚上好 我叫王玉平 来自避暑圣地河北称德 我做过教师 在银行干了十年 下岗以后就自己断断续续创业 一直做这个老实面包 一直到现在为止 谢谢大家 好久 见到你 55了 55来找工作 不是做面包做得挺好的呗 做面包就是做挺好的吧 现在就是发展不出去 就觉得没啥意思 就是想找一份工作 到大企业里了 看看自己究竟差在哪 这年纪要入职场啊 天哪 你这上面写的是离异啊 是 什么时候 03年 十几年了 15年了 单身状态 对 孩子跟你 没有 跟他爸 你也不想再成立家庭了 想成立 想成立 我希望你能给我嫁出去 介绍一下 感情您这十几年就是做面包 就做面包 就喜欢做面包 就翻来覆去的 就是做了 挣了 挣了就想把它发展大了 办了连锁 连锁又赔了 赔了完后没办法 就得去挣钱还账 还账有点积蓄了 还是做 我才反正自做这面包 你考虑过面包的感受 您刚才说您上一次 李毅是因为做面包 是 怎么了呢 做面包怎么还会导致连异呢 就是那个刚稳一点 有点钱了就想跑 就是要刷石家庄 什么做开开连锁店吧 什么的 第一下就崴在那了 要创事业 对 等到我们孩子他爸呢 是那会是银行的副行长 人家希望我就是在家相互叫死 我就得折腾 那我就想特大气 我既然不能给你 幸福就还给你自由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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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说继续说 是啊就这种情感 我就走了 把房子孩子都给他 我就自己走了 你也够绝情的你 是啊 这意思就是您有点后悔 当初的决定呗 对吧 就是当时一心想折腾 想干事业 是 结果呢忽视了 恰定心情这一块 是 虽然说这个您有事业 丈夫也应该支持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 事业跟这样的冲突 你说离你就离了 把孩子也给了 是 我要是把孩子也带走 那就等于彻底把他掏空了 他都没有生存的那个勇气了 所以呢我就都给他 我自己 因为所有的苦的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自己必须承担 我有女的 我觉得我也得有这个能力承担 他必须难的 难的 其实您不觉得 有时是脆弱的吗 嗯 我觉得女的饭的有时是坚强的 所以我就一步步走 你说你土什么呢 是啊 到现在也没干成 干了今天起 那面包有那么大吸引力 有吸引力 我跟你说 你跟我说说 是 他这个呢是用土豆 用啤酒花发酱 是一点防腐剂 那个都没有 纯天然的 你吃一口 这些营养就都有了 我吃一口活十年 快吃 不是活十年 但是你要是把它当成做 那这么好怎么就没做出来呢 就说呀 我都上线材 请教这十二位 你不是要找工作的 当然找的 我现在不是干不下去吗 我肯定要找工作 但是你为了 我觉得你放不下面包啊 你怎么得好 那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为了面包 连老公儿孩子 你都不要了 你还能要一份工作 不是 那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博大 那看不起来了 那什么个意思 那咱今天是聊面包 还是聊工作 聊工作也行 那你不背我面包 我就说面包 你说我工作 带来面包了吗 带来了 吃一口 来来 我倒要吃吃 这抛肤气子的面包 真的挺好吃的 有多好吃 味道很香 托老师告诉我们 是要面包 还是要爱情 不就一般吗 完了 味道还不错 而且这特别像 那个八十年代那种 就是 它就是老面包 老面包 老面包 就现在市面上 说的就老面包 来来 长一下吧 我研究六个年 才把它研究出来 但是感觉 这种面包 现在已经没有人买了 你总结 为什么大家不买 没有做大呢 我想把这发展出去啥 就是 谁都能创业 谁都能挣到钱 阿姨 我想问你一句 你如果自己就自己开一个店 雇个两个工人帮你 难道一个店活不下去吗 活下去的 我这么多年一开我这样 不就这个面包养着呢 那你这样不挺好了吗 你现在找一份工作 一个月三五千 对啊 我现在都这个年龄了 我就想上大旗里头 我给你们打打工 认真干点活 阿姨 我问您一下 如果不考虑钱 您的梦想 五十岁之后是圆梦的 您的梦想是啥 不考虑钱 您的梦想要做啥 她太识和远方 因为我们这些人 太注重眼前的苟且 她要的是销售客服 和后勤这三个 其实我在觉得 就是说我们都在试图 帮着这个大姐 一个大专自学的在职 然后基本上靠一个面包 生活二十年 在现在的在座的职场上 你会发现谁会给你机会 我的一项企业是那个 宋叔AI 你能告诉我 你哪些职场的能力 跟宋叔AI来匹配 做简单推销也行 做那个大客户推销也行 我觉得人家不会拒绝我 所以我会觉得 你对自己的认知 是有巨大的盲点 可能稍微说一点 不太合适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出来 到一个工作 到一个公司去找一个份工作 我觉得尤其是销售 就是您连您的面包都卖不好 而且是您自己的产品 我们怎么能够放心 把我们的产品交给你来买 我们就是想的事太多了 人家大妈来 穿着漂漂亮亮来 上个节目 带着自己的面包来 仅此而已 不是 可不是 那你说 我真想有份 那你好说 你的目标单位是宋叔AI对不对 那个爱因那什么 我也看不上 你去爱因干什么 就是推销也行 推销啥 就推销它的课程 怎么不行 其实您卖面包和卖自己 今天来卖自己 对吧 是一样的 都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 今天卖自己 我们就是客户 调研一下我们 我们要什么样的人 职场上有什么样的人 卖面包也是一样 客户卖给谁 这个面包谁爱吃 你们大家想太复杂了 其实我觉得阿姨 哪怕很简单 就如他刚才 就开始一上场 就给土老师说是 土老师能帮我找个对象吗 可能他现在来的目的 是这个 是想让更多人认识自己 但我说阿姨 我还挺感谢您的 因为您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在招着我们单身的女性 我就觉得女生 还是不能太把自己 活像是一样 又把自己跟大姐化 都一类了 既然说到这 咱就这么说定了 你跟郭兰给我上来 来 赶紧 有我家这 郭兰不小心躺枪 来 大姐站中间 多大年纪啊 敢问 我三十多 你呢 过了三十了 你看这 你看这 你看这有技巧啊 既然杨荣提到了 说不管怎么样 人在什么样的年龄段 都有权利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对吧 他把自己 也划归了单身女性的行列 那么今天在这 为他们三个人争个婚 在解决职场的同时 关注一下 大龄女青年 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 杨荣先说 其实我没有什么要求 就长得帅对我好 然后大家能谈得来就可以了 长得帅是什么标准 你谁为标准 这个没有标准吗 演员 你这不叫标准 知道吧 你想过吗 来 我想找一个特别能聊得来的人 特别能聊得来 对 结过婚的可不可以 我怎么觉得你们二位在说的时候 就像那个职场上 我们在应试 给我一个框框架 我要找什么 这个叫猜的 你也给我上来 你也给我上来 加油 你给我上来 我更忘记了 这有一条漏网之鱼 你继续说完 就结过婚的可以 可以 有孩子的行不行 我觉得可以 年龄大概差多大 你是觉得符合的上下 十岁之内吧 说十的时候 你也觉得有点冲动 对 对收入有什么要求 我觉得收入的话 比你第一半行不行 也可以 他肯定是百万年薪以上 对吧 除此之外 学历有什么要求 本科吧 本科 你这么说的话 有一个人最合适 是 徐磊 我大专 我大专 好好好 来 两人都说完 这很具体的吧 这很具体了 对 非常好 如果有什么 有符合条件的 而且一直心疑于 过来女士的 跟我们栏目联络 家军 来 我会觉得 年龄对我来 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大个两三岁 小五岁之间 先得说您多少岁 我也保密的 你是四十左右 还是得说范围 四十左右 四十左右 对 行了 大家看着办吧 来 来 来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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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相当简单 相当简单 得干净利索 干净利索 对 有生活 哪利索 哪都得利索 什么都得利索 那我就 你这些年 都没碰到个利索的人 那我碰到人家 有家有业 你看这师傅 您有事的 有故事的 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就是 就是他能 就能说得来吧 就是钱多少都不准备 你看 听到这儿 大姐现在最应该做的 不是找工作 也不是去找老伴的 第一个事是 把钱袋子捂住 你剩不了多少钱了 对 你接下来 也没有谁会 对你的生活去负责 在你没有找到老伴之前 你把你挣的那点 仅有的钱 不要再创业了 捂起来 过细水长流的生活 如果能够遇到一个 愿意照顾你的人 那么你们可以在一起 在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看能不能走进 婚姻的殿堂 但如果没有 也不强行 这仨都是不缺钱的 是 你别听他们那样说 这样说 哎呀 进去呀 自信呢 他们不缺钱 是 咱那点钱是辛苦钱 是 得抓住 是 好不好 来 三位请吧 大家看一看 大姐的专业是行政管理专业 如果有行政方面的工作 有没有可以提供的 您可以做吧 可以 要求工资多少来着 三千到五千 您还做面包吗 不做了 真不做了 那都没认可 我还做它干嘛 真的 真的 行 那刚才吃那批面包 就是最后一批面包 行 回去就卖掉铺子 是 对吧 是 上班 我觉得三千块钱的行政 应该有这种岗位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 感谢不上感情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可以 大棒了 杜老师 杜老师 你太智慧了 厉害厉害 太好了 杜老师好智慧 手按的一半啊 牛 看见阿姨这个状态 我其实很羡慕你的 我觉得你这个状态很好 我都不知道 我到了你这个年纪 会不会保持 这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 你现在活得挺美的 你让自己 就美下去就好了 这个职位是什么 东方阿姨 前台 这边五千 职位是什么 前台 我这个想 大胆地用一下 我觉得 就是我们的前台 因为杰出的 全是那些高端的人才 我觉得我们换一种风格 大姐 她的这种 这种社会经验 而且她身上还有那种 我觉得还是有朝气 我愿意做这种场试 2020年要刮起前台复古风 以前都是那小女孩 以后是复古风 就像那一年 那个空姐全都变空嫂 今年我们前台全部变大姐 在那上完了班之后 再跟她一块去争婚去 没关系 来 十秒钟做出最后的选择 东方爱音 举贤网 谢谢再见 您的选择是 举贤网 去吧 特别好 想要的答案都有了 就是给我聊一个节 画个句号 就像那我就好好上班去 那绝对是 我可以一天工作 十二个十四个小时 都够索备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55岁的 然后找到工作的 我觉得是极为罕见 而且也很实际 找的是一个基层职位 对 而且也很合适 就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让我们做好准备吧 从下一期开始 就是大妈专辑 大妈大叔专场 全都来了 有可能 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 这个年龄阶段的 应聘的群体 社会应该给予它 一个实现价值的舞台 高明菲尼莫署 请将简介 投资邮箱 菲尼莫署的 全凭2010H126 如果电视机器人 影响通过菲尼莫署 来招聘人才 请将企业 简介和空商 进行发送到 菲尼莫署招聘的 全凭H163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